来看这个小许许 你还记得他妈才四岁 因为车祸导致瘫痪 回到家之后状况还不错 但这两天天一冷 又不断地出状况 一个星期没有上学了 连续三天去急诊室报到 在今天下午他出席一个公益活动 泪眼汪汪满脸憔悴 因为他肚子不舒服 但是早就答应要出席了 他强打精神 在上台时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 看得大家好心疼 肚子不舒服吗 有吗 眼眶里积满泪水还在啜泣 轮椅上的寻寻抬头看着妈妈 小声喊着肚子不舒服 让人看了好心疼 你干嘛这样子 还没有抓到原因这样 我就不舒服 对啊 因为有答应他们说 要参加这个公益活动 所以还是要出席 妈妈心疼的安抚寻寻 一边有人量体温 可怜的小脸让人看了好不舍 原来寻寻这几天身体不舒服 连续三天到急诊室报到 发烧 长脚痛症状很多 但医师找不到确切原因 寻寻报病却还是来到这里 这是她第一次为公益活动站台 寻寻从回来嘉义之后呢 其实寻妈一直在贴心的照顾着她 收起了眼汪汪 寻寻上台露出大大的笑脸 跟其他的贵宾一起做公益 态度落落大方 妈妈说因为好早之前 就答应出席 加上病情已经好转 寻寻也认为一定要参加 寻寻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昨天有没有好一点了 你好一点了吗 为了保险起见结束后 妈妈又赶紧带寻寻看医生 四岁的寻寻因为车祸 造成全身瘫痪 回到嘉义后 由妈妈全心全意照顾 八月底还开始上学了 却因为身体不舒服 已经请假一个星期 但抱病却坚持为公益站台 寻寻可爱的大笑容 让人看了好温暖 记者好 各位 您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